为了这个房子被关键一锅端 分了两个窝点 他们窝点一般是在写字楼 写字楼 然后写字楼它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样 它是基本上是封闭式办公 只有一个门进出 通过细致摸牌 警方发现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 该团伙在逃跑之后没多久 又重新组建了两个新的诈骗窝点 继续组团行骗 很快 一个以王明为首的 特大电信诈骗犯队团伙 突出了手 走 看着 看着 别动 别动 看到我们 他们已经知道 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 而且 他们当时办公的时候 每个人桌上都是一个电脑 几部手机 根本不像正常一个工作区 工作单位办公的样子 大部分都是男性 虽然他们冒充的都是空姐 但是大部分都男性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半 周安组在福建警方的大力支持下 对这个电信诈骗集团的两个窝点 进行统一收网 公司缴获了两百余一台专门诈骗的工作手机 电脑有几十台 主要是通过手机 连信天下好远 这种方式来遗留守还 至此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50名 缴获涉案手机200余部 涉案手机卡500余张 涉案电脑60余台 身份证100余张 银行卡100余张 在得知自己的红颜知己 美丽空姐李娜 竟然是一个男人之后 万钧表示难以接受 他说自己明明和李娜聊过语音 电话那头确实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怎么一下子 他的红颜知己 就变成了一名男子呢 他有七八个女孩子 这些女孩子客户人员 他起的作用就是说 在受害人提出语音 语音这个交谈的要求的时候 有些女性的客户人员 冒充那个空姐 跟受害人进行语音通话 就是这个作用 叶四龙介绍说 空姐基本都是男人假扮的 只有诈骗对象要求语音时 才会由团伙中的女性成员 进行短暂的通话 而且所有的空姐 都经过了专业的话术培训 他们既要时刻谨记 聊天时的女性口吻 又要了解部分的空城的专业知识 诈骗对象的心理 因为在这家公司 他的薪酬比较高 工作又不累 所以这些人就忘记了 这种法律和道德的要求 就叫这个公司 继续承识一些障碍活动 在与受害人聊天的过程中 空姐打着谈情说爱的幌子 诱骗受害人进入虚假的 网络彩票投注平台 进行充值投注 随后通过操纵网站后台 让受害人输钱 而当受害人提现不成 产生怀疑时 他们则迅速以拉黑等方式消失 达到骗取受害人钱财的目的 目前经东库军人检察院批准 王明等31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逮捕 采访中我们记者了解到 2018年8月份 国家财政部 民政部 体育总局 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发布公告 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 销售彩票行为 因此对于互联网上 一些所谓的彩票销售平台 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 同时网络交友过程中 无论对方谎称是何种身份 只要涉及金钱 就要做到在核实对方身份之前 不转账 不汇款 这样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一时疏忽 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那么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以便警方能第一时间 开展资金指付工作 为大家挽回损失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察